这个强硬路线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说 去endorse 梁振英 和张晓明 说他们过去做得对的事情 所以他们又可以升职了 可以升官了 一个可以做国家领导人 首先一件事 这两个消息 只不过是目前的消息 是一个消息 是未成真 真正成真的 是有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叫做陈东的人 又入主 成为中联办副主任 这个陈东是什么人呢? 他之前在福建省做了很多年 跟着习近平 习近平在福建省做省委书记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不是一开始就在福建省 就在那里做省委书记 他在福建那里应该是运了很多年 不知接近20年的时间 这个叫做陈东 就跟习近平共事过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习近平的嫡系 习近平的嫡系 但是陈东是在袁淑 之前还没来香港之前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政法委 搞政法系统 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中联办的人事变动 有人说 那很可能只不过是有人刚刚连届退休了 所以就要有新人进来 所以就要换新人而已 很明显的 现在习近平当政 当然要找他自己的人 但是 中联办的换人 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 是比较我看到的那个轨迹是什么呢? 就是要整顿中联办 整顿中联办 一个政法委 一个叫做高级知识分子 两个人都不是跟港澳过去有任何的工作关系 Hello,Annie Pan Hello,Lam Kok Kher Hello,Joanne Chen 这两个人都是跟 过去跟港澳完全没有工作关系 都跟港澳没有人物关系 这个呢 就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所谓整顿中联办 就是一脈相承 我们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中联办过去在香港的角色 将会改变 就是什么呢? 改变就是说 不退回一个所谓的联络工作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要干预香港政府的私职了 这个人事调动 这个所谓的陈东 我觉得也如果看他的履历 似乎也是有这样的迹象 所以整顿中联办 究竟会不会 也由陈东接任 张晓明做主任之后 再有一些人事的整肃 然后再会去调查一些过去 中联办的贪腐熟绩的行为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好了 有人说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张晓明会有机会升为港澳办主任? 对不起 第一 我刚才说了 这是消息 未确实 如果就算真的发生的话 有人说 现在习近平在捉住一盘很大的棋 捉住一盘很大的棋 我也想给大家一个资料参考一下 其实在我Facebook里有贴出 就是说 对不起 今天真的多说了习近平 但我都说这是一个政治现实 不是说 当然我们很想香港进入民主 就不用说这么多领导人的名字了 好了 这个习近平就是 在过去14个月之内 不是14 先看看 我去不回那个帖子那里 习近平在过去14个月之内 在全中国大陆里更换了45%的省级书记 和71%的省级首帐 很明显它是一种 其实用很大的力度去 换人 去换上他自己的人 那我说 香港究竟 它会换上一个怎样的人上去呢? 它要换上自己的人 谁是属于他自己的人呢? 像不像是林郑月娥呢? 我是有问题 我仍然是有问题 就是林郑月娥 在哪一刻 是像 是习近平的人呢? 因为 因为 它过去的四年多 跟689走得这么远 而689是属于 过去四年多 我不是说现在 过去四年多 你看到它 是属于哪个系统 我相信也很清楚了 是不是? 就是西环系统 西环是属于哪个系统? 西环是属于所谓 就是张德光宇 这个所谓的廖辉 那个系统 那如果 习近平要在中国里面 要这样大手去换人 换了45%的省级书记 和71%的省级首长 你认为他在香港不会换自己的人呢? 好了 那如果我猜错的就是 我猜错的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原来林郑月娥是她的人 林郑月娥 原来过去的四年多 是习近平一直陪席上来的人 但是 坦白说 我觉得不像 我又是说什么 我觉得不像 为什么呢? 从689被DQ的过程当中 这个 吴七九加零一 他基本上以为自己没得做 他以为自己没得做 我不觉得他做戏 如果他是习近平的人 就是过去四年多培养的人 要 我们叫做现在习近平 他似乎是要一把手找香港 要将中联办 将将德光过去的廖辉系统 直接放在一旁 直接又习惯了 其实曾玉成已经 露了一点点口风了 是不是? 你又当我想多了 曾玉成之前不是说什么政治顾问的 我首先不是评论他对语错 但是 曾玉成所说的 其实 就是的意思 就是不如直接由中央找一个政治顾问 放在特首旁边 就一把手去找 所以这些是我全部 各种我之前一些怎么讲的 deviation information 是我不明白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所谓的deviate information 是令我不明白的